菩萨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给我们表演的 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教书 没有停止的 一个人来教一个 两个人来教两个 几百几千人来就教几百几千个 天天从四面八方来的 很热闹 我们看到佛教学好辛苦 其实佛累不累呢 佛不累 为什么呢 他不做像 他没做 做而无做 无做是 像上有做 四上有做 理上没有做 心上没有做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他做什么 这有人问他了 无做 那怎么会做出来呢 佛用 中 骨 做比喻 所以你看了个中里面 中里面有什么 空的 骨肚子里有什么 空的 大执 大执着大明 小执着小明 不执着不明 你执的时候 古明了没有 没有啊 中明了没有 没有啊 中明了没有 你执我一声 我赶快 我赶快用声音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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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印你 没有 没有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课 佛讲的 发而如是 就自自然然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反复不行啊 人家提出个问题 我们得想一想 又怎么回答他 这就是 有做 有为 根本想都没有想 顺其自然 就答复了 无做无为 无做无为啊 是信得其用 有做有为啊 是你的意义 啊 释迦摩尼佛说法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啊 啊 我们从这些地方 就能体会的 哦 小臣的三空 跟大臣的三空 真不一样 啊 小臣的三空 有自受用 没有他受用 所以他不圆满 大臣的三空 自他受用 平等 无障碍 这叫圆满 啊 叫大三空 三美 就不一样 好 小臣的三空 下个小臣的三空 对